家里搞卫生 洗衣服 拖地 订饭 天天都是我 他出来都不做 而且天天打牌 你说我心情好吧 他就嫌我讲了他 你很厉害呀 你没用你 地球就部分站了 我每天给你点 你就跳到房顶上去了 他就这样讲我 我把你点的没事 跟别人讲 你叫我过去打下牌了 我就过去打 打到十一点吧 我就回来了 他看着我还没搞法 我就发脾气了 就骂我了 一点点我就冷了 接着妈妈 接着妈妈 你哪里也有点腐气了 接着妈妈也会爆发一下了 如果你打了牌回来 你就高高兴说 你辛苦了 你煮了饭 等一下我洗个瓶好吧 好像你做都是应该的 徐先生 家里的家务 是不是都是换女士做 家务 比她做过一次吧 她比她做得多 这个我做得很少的 我是两个姐姐 四个妹妹 我三十岁之前 家里洗衣服什么都 从来乔舍也是没干过 基本上到现在就慢慢消费了也 他乔舍也就是辛苦 我就你就找几个灯天 我自己也亲生一点 他又不 又使不得发钱 你叫我搞 我又搞不好 又搞得不干净 他讲我搞得不干净 不要我搞 这为什么自己搞是吧 我们能搞就自己搞一下 我要的就是你一个态度 你并不是要徐先生做这件事 对 对 要的就是她的认可 我做了你得知道我辛苦对吧 对 我们人在那几个月 他从来都不会说一句好听的话 我说你去讲一下我辛苦好不好 因为我都带了忧郁症了 我说我的心病 要你的心来那个医医啊 是不是 郁先生说这一句你辛苦了 为什么那么重要 心里就会深一点 在堵着在这里痛啊 你知道难得出鬼 你是不是伤心 以前呢我都是叫他烦你 就过去了过去了 哪怕你后面 你就稍微补缠一下我 但是现在一件一件 一张一张 你都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讲一句好听的 话都不会讲啊 你往前就不把我多一分事 往前几十年就是免费的保姆 往前几十年就是免费的保姆 可以 你辛苦了 好 到了家里就不费的 他是在这里讲的知道吧 5月20号他不高兴 我发了520块给他 他又不收 这一段时间我们俩暖阵 他就发了一个520 我的意思就是 你就讲一下 我发了一个520给你 好了我没收 我就等他讲这句话 然后到了晚上他也不讲 第二天特别去了 他也没讲 就一直这个事好像没有发生意啊 我也就像这个考材 就差这一点 曾经丈夫犯了错 万女士选择了原谅 甚至一如既往地为家庭付出所有 所以他希望丈夫能够看到这点 多弥补他一点 对他多说点好话 怎奈 徐先生的嘴就是不甜 夫妻俩一个强烈渴望得到认可 另一个则是拼命逃避 经常闹得不安宁 也让孩子们操碎了心 今天 小女儿来到现场 有话要说 大女儿也要求电话连线 表达自己的看法 那么 对于父母 孩子们会是什么样的看法呢 能否让夫妻俩认识到问题所在呢 这种争抵规则 我说 能不能看到